主料,羊肉300克,辅量,盐,孜然,酒,葱一根,大蒜三半,将两片,酱油,芝麻,红辣椒一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羊肉洗干净切片,将切丝,葱切段,蒜切片,红辣椒切长条,不粘烧热,不放油,放入有脂肪的羊肉炒,炒出油脂, 将全部羊肉放入,大火炒至变色后,加入羊酸炒出香气,加酒炒均匀,加入孜然粉,熟芝麻和盐调味,倒入酱油炒均匀,放入红辣椒和葱段翻炒,炒至辣椒软化即可,装好上桌,烹饪技巧 一,先把有脂肪的羊肉给炒出油脂,再加其他羊肉炒至,二大火炒要观察肉质,不要炒太久,否则肉变干,影响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